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 四九王爷诞也是道教徒持久亡灾的大日子 全国各地的斗姆宫都迎来成千上万的信徒 上乡祈求消灾延寿及许愿还愿 有些信徒更是流出于斗姆宫灾事至九恒诞结束 各斗姆宫都有大同小异的活动 比如金灿、拜斗、母韵、祸火鹿、煮药酒、急跳铜刷铁针球、穿银针等等 九皇信仰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快两百年的历史 九皇是源自于中国北斗信仰的北斗九星 而斗姆就是众星之母 所以凡是奉九皇斗姆的地点都称为斗姆宫或斗姆殿 根据道教的经典 每年九月初一到初九是北斗九皇蛋 连续九日不断地礼拜北斗诸心及持九王灾 可以令人间消灾延寿、俘虏兼治 虽然关于九皇爷 我国民间有几种不同的流传版本 而祭拜仪式也融合了道教与民间习俗 这都是因为百年前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影响而流传至今 以前的九皇信徒大部分都会自己烹煮灾时 不然就是到斗姆宫或灾堂吃灾 老一辈的九皇信徒对此九皇灾非常严谨重视 一切烹煮用具及餐具、桌椅 都有特备一套以在每年九皇灾期间用 用餐前都会先燃檀香粉、熏桌椅进化 九皇灾不只是不杀生 此处还要进口不二言和清新寡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订阅明镜 九皇旦持九皇灾 不只是个人向神明祈福许愿 祈求消灾严寿 国泰民安 安居乐业 也包含了华人传统儒家思想 个人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责任 乃至对天下和谐共处 永续发展的希望 而持久遭灾也不只是宗教一世之一 也是让个人的思绪与身体有静下来 与静下来的时候 反思极过 有忏悔的心 起伏才会有求必应 每一代人都相信 美好的人生 家庭与社会 必须从自己开始